大家好,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男孩披上斗篷化身魔童的故事 十年前,老布的农装飞来一艘飞船 随着飞船落下的是一名婴儿 老布夫妇多年求子喂过 这个婴儿好似上天恩赐 于是夫妻俩藏起了这个天外飞船 并且收养了婴儿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这十年中婴儿小布跟其他孩子没有区别 他度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 某晚小布突然惊醒,他静止走向仓库 而仓库里是被老布夫妇锁住的飞船 显然那艘飞船在召唤小布 布夫人发现了梦游的儿子 虽然惊恐,但是并没有感到事情有什么不对 这次之后,小布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拥有超能力 他不但能甩飞捡草机 还能徒手打碎飞速旋转的捡草机刀片 小布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时间一晃又是两年 此时的小布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 变成了一个青春期的小少年 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 小布也收集了一些不雅画策 老布知道孩子开始有了性意识 于是趁着和孩子打猎的时间 跟小布讲了一些生理知识 这却适得其反 更加激发了他的好奇 任何人都不知道 此时的小布超能力已经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现在他已经可以快速飞行 于是小布直接飞到他爱慕的同学家里 暗中脱窥同学 这一幕把同学吓得不轻 而同学则把小布当成了小变态 在学校活动上 女同学因为不想接触变态小布 而导致小布意外摔跤 这一下激怒了小布 他直接捏断了女同学的手 这个事一下闹大了 女同学的妈妈直接报警 大骂小布是个怪物 而这一切小布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对于小布的暴力行为 老布夫妇也有些吃惊 此时他们已经开始觉察出 小布不是一般人 他从小以来甚至从未受过伤 这晚飞船再次召唤小布 当小布在飞船上方悬浮时 妈妈意外赶到 导致召唤结束 突然掉落的小布 第一次被飞船割伤 此时布妈妈知道了 儿子真不是一般人类 而此时的小布也被彻底激活 他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外星人 此次地球之行 完全是过来侵占地球的 激活后的小布能力爆棚 两眼可以发射强烈激光 威力无比 虽然如此 多年的人类生活 小布并没有忘记 他还想保持一个正常人类形象 他去女同学家道歉 他想给女同学重归于好 可是女同学的妈妈 怎么会同意呢 但是小布有办法 他居然直接上到了 女同学妈妈的店铺 用极其残暴的手段 虐杀了同学妈妈 这成了当地一大悬案 因为小布捏断同学的暴力事件 学校请心理医生 对小布进行评估 测试结果 小布表现得太冷血 心理医生决定将结果成交上级 小布当然不能接受 于是晚上 小布直接来到心理医生家里 恳求医生不要将不好的结果上交 医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他怎么会听一个小孩子的请求呢 对于小布来说 医生不听从自己的建议 他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于是他决定开启惩罚模式 当小布穿上自己制作的蒙面战衣 准备杀人灭口时 医生的丈夫回来 打断了小布的图谋 接着医生丈夫发现了 穿着怪异的小布 他马上拉着小布 准备去见小布家长 完全不知道状况的 医生丈夫同样被小布虐杀 而医生丈夫死得更为惨烈 他被小布连人带车提到空中 重重摔下 脸都摔碎了 医生一家跟老布一家是好朋友 第二日老布带着夫人来探望医生 此时老布夫妇才知道 当晚小布来过医生家 老布马上知道 两起命爱必定都和小布有关 他趁小布冲凉 拿到了小布带血的衣物 这下算是坐实了小布杀人的事实 只是布夫人怎么也不能相信 养育了十几年 一向懂事乖巧的孩子 突然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 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老布知道这个孩子并不是人类 这样下去只怕惨案会越来越多 于是他想亲手了结自己种下的恶果 老布假意带小布外出打猎 就在小布全身贯注地帮爸爸寻找猎物时 老布背后一枪击中小布脑袋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子弹对于拥有超人之趣的小布来说 根本没有作用 这一下就激发了小布的仇恨 虽然老布是昔日的父亲 此时却是小布眼中的异类 只见小布两眼放出激光 几秒后老布的脑袋就被烧干了 布夫人不知道老布现在什么情况 于是打电话询问 但是接电话的是小布 结果可想而知 而现在小布正飞在房子的上空 布夫人知道小布这是来杀人灭口了 于是他一边躲藏一边报警求助 此时小布来回穿梭于房子内外 就像一枚枚炮弹把房子轰得破烂不堪 没多久两个警察接近赶到 可是普通警察哪里是小布的对手 男警察被小布秒杀 女警察当真是一名勇敢的好警察 一边求助一边让布夫人躲藏好 她独自应对小布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女警察同样被沉默的小布 虐得体无完肤而死 这下布夫人知道 自己已身逢绝境 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拯救她了 她突然想到 小布唯一一次受伤 那就是被飞船割伤 一物降一物 或许飞船的碎片可以杀死小布 于是布夫人赶紧跑到仓库 努力搬下一块飞船碎片 然后她走到空旷处喊来小布 虽然小布是会飞行的怪物 但是她还是布夫人年幼的孩子 此时布夫人用母亲的温柔拥抱小布 而小布内心仅存的一点人类情感 也被妈妈唤醒 就在小布和妈妈相拥时 布夫人开启最后一击 可是她失败了 小布成功挡住了布夫人的攻击 在人类世界最后一点牵挂没有了 小布把布夫人提到万米高空 然后再抛下 妈妈就这样被残忍杀害 此时空中正好飞来一架飞机 小布直接将飞机砸向自己的房子 一架飞机失势 足以掩盖掉当晚所有杀戮的痕迹 所有人都死了 小布仅存 从此地球上没有人知道 小布的真实身份 而小布将开启她毁灭地球的征途 同样是天外飞来的外星人 同样是被善良家庭抚养 不是所有人都会变成超人 也有可能会变成恶魔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